有介于当前资讯爆炸及影音潮流的时代 更应该重视孩子的媒体试读及沟通表达能力 由新北市教育局主办新庄国小和永家乐有线电视台合办的小小组播影活动 5月17号正式起跑 教育局主任秘书丁亚军及新北市议员蔡建棠都出席参加开训典礼 并勉励孩子培养口语表达能力 那如同刚刚我们主持人所介绍的 现在是一个影音的时代 所以现在的教育环境已经不同了 我们也希望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给大家有很多不同的体验 所以只要我们要来训练我们小朋友的口条 那我们感谢我们张校长这次带这么多的小朋友 我也希望交集未来可以多多举办 那未来我们希望说更多的学校更多的学生 让我们永家乐我们杨董的带领之下 把他们的口条里面都把它训练好 那在此出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 就是我有代表我们新北市全系统有限电视 就是要让学童完整体验新闻制作流程 那特别谢谢教育局以及永家乐电视台 给新北市全系统有这个机会 我知道孩子们在学校所学的 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实践 这一次透过小小主播的活动 让孩子确实可以经由主播的体验 导播以及剪接等等 在永家乐电视台的一个精心规划下来 我相信说的孩子一定可以学到学校所学不到的东西 永家乐主播林郑杰亲自当讲师 还传授了主播的秘籍 让学生成为说话的高手 那么这个新闻呢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呢 要有新闻稿的撰写思考 很高兴今天能参加这个小小组问你的活动 那我在这里收获满满 然后学到一些剪辑的技巧啊 然后采访的那些技巧 学到了主播如何撰写新闻稿 如何反问以及剪接的技巧 生活满满 了解播报技巧之外 摄影主则针对新闻记者的工作内容 还有如何用摄影机拍摄新闻画面进行讲解 小朋友更加清楚地知道重点所在 此外还让学童体验导播工作与视线剪辑的技术 小朋友专注学习的眼神感觉新鲜有趣 最后也从29位参加体验营的同学们当中 评选出表现最佳前三名的小朋友 永迦乐还准备小小主播奖纪念品 送给每位同学开心带回家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